今天国民党群代会在板桥体育馆登场 虽然刚刚看到这气氛看似是相当的和睦 但是在这馆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尽管这维安人员刻意是隔开了飞蓝阵营抗议民众 但是现场群众还是骂声不断 这些深蓝支持者不断高喊要侯友宜下台 郭韩辈在整合可批 这样帝君2024必然赢对不对 韩整合郭柯国民党群代会在板桥体育馆登场 但场外群众集成一团抗议声不断 还有深蓝铁票要换猴高喊韩国瑜动算 新北兵杖永远来 避免活报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仅励做好万全准备 把其他飞蓝阵营抗议民众隔离到后面公园 八仙乐园承报事件 彩色派对活动负责人吕中吉 日前刑满出狱也来到现场抗议 要新北市长郝友宜出来道歉 等不到新北市政府负起责任 吕中吉一出狱就申请加入国民党 强调会如影随形 要来好好监督侯友宜 警方维安刻意区隔陈旗民众 场外氛围虽然热烈但不激烈 就怕不同阵营支持者在全代会外闹事 但现场警力也不敢大意 左姓没有裁枪走火起冲突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